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很努力的骑了七天 因为我们用心想要推广 就是屏東银网这个品牌 屏東银网代表的是东港小琉球跟南洲 那我们期待有一天 透过我们这样很慢速的 在台湾这样的旅行行走 可以让台湾各地的人看到我们 屏东有银网这个品牌 还有朝一日我们可以把这个品牌 带到国际上 车队前全向温王爹粉相助导 感谢千里祈福活动路上一路平安 表示这次的环岛感触很深 尤其路上遇到许多 来自屏東乡亲的鼓励与打气 让他们更有信心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 我们其实蛮常遇到 在骑单车的路上就遇到 我也是屏东人加油加油 我东港来的 我小琉球来的 我南洲来的 其实对我们的鼓励都非常的大 车队期许将王爺的神威 带到全台湾每一个角落 除了预告今年是大科年外 另外一个更神圣的意义 就是希望王爺的降福 透过银王活动让疫情趋缓退散 我想今天是屏东银王千里祈福 那我们有十几个来自于我们 东港南洲琉球的孝人陶吉 那他们用了七天的时间 从台风天出发 那骑了七天1139公里 然后才回到我们东港东龙宫这边 那他们这样做 牺牲自己的工作时间 那顶着台风或者顶着烈日 那甚至下雨都要把王爺的神威 带到台湾每一个角落 今年是三年一科 银王平安祭典 所有事前准备工作如常进行 但一切都要符合相关防疫规范 因此县府也会透过民政处 与地方公所民政单位 协助庙方提出防疫计划 期待在一切符合国家相关防疫规范下 传统科医都可以如期顺利举行 让台湾这块土地平安 屏东新闻部听张志豪采访报道